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小姐 欢迎大家收看这节的有运必答 欢迎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你们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你自电电话二示28-046-566 或把问题电源去到 ASK-BSchannel.com 这位嘉宾请来Anno 解答你们的股票问题 Anno 你好 先听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有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李先生 你好 一号仔 103.5 和95.5 买入 现在应该如何交货 一号有长和 最新股价98.7 股价靠运升0.305% 李先生有两个价位都有货 103.5 和95.5 现在应该如何部署 一号暂时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炒作因素 始终业绩又出了 短期来说 梅港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下 很大机会会跟随着 大肆的退向而走动 我觉得现在一段 大肆的看法 我自己都看得比较正面 始终现一段就是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未必只是说 深港通 整个投资气氛 都有个明显改善了的迹象 主要原因也是说 很多之前的不明朗因素 都已经反映了 现阶段只是说 这些相关消息 可能之前真的过分地反映了 加倍长和也是 之前跌得比较多 大家都在担心脱欧 对他们来说的影响 但其实在业绩上面看到 虽然脱欧会造成一个负面影响 但实际上的冲击 没有预期中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长和都有条件 跟随着大肆做个反弹 但从技术走势上看 现阶段去到100元这些位置 看到初步的阻力在 短期来说 可能会徘徊在10天线 96元至100元这些位置 去拉锯一会儿 但我觉得只要后市来说 只要能够站在10天线 96元楼上 可以继续中线持有 不穿10天线 继续向上望 我觉得可以抠回股价 升到大约接近106元这些位置 才考虑估出获利 谢谢 你好 李先生还有其他股票问题 有这1038是65元买入 升到71元没有放到 现在又下降 现在怎么办呢 好 1038长江基建集团 最新股价68个 股价靠稳升百分之0.664 这只股份65元有货 虽然账面上都在赚钱 但早前高位71元没有放到 有没有机会再次在70元楼上有得沽出 长建我看得没那么乐观 不是说他们的基本因素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消息 可能会利淡回他们 但始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之前讲的长黄有条件跟随着大市 做好一点最主要的大市 投资气氛明显改善 但在投资气氛改善的情况下 资金对于长建这些相对地 防守性较高的股份 未必说兴趣太大 甚至资金有机会从这些股份逐步流出 所以股价短期后市来说 反而可能会构成一个压力在 即使业务稳健也好 但现阶段未必是市场受到追捧的对象 股价短期后市会有个调整压力在 从技术走势上看 即使手头上有利润 我都会建议做好风险本利 因为从图表走势上 走势相对比较差一点 要试回71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会比较困难 因为见到10天线 20天、50天线 即是69元这些位置 会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所以不妨 我觉得可以将指站位 先回到67元 看看67元这些位置能不能够站稳 站稳可以先握住 看看它能不能够突破69元这些位置 如果突破69元这些位置 我觉得的确有条件 抠回它接近70元至79元这些区间 才考虑股出 但如果你是后市 见到69元这些位置 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都浮浮沉沉沉 去到这些水平的时候 都可以考虑先行股出利润 好 谢谢 李生还有其他股票问题? 那些200元是22.5元 现在应该先离开 还是应该可以上网? 好 200元资金最新报 23.75元 升幅超过1% 看到今天创了50多周的新高 本中高见23.75元 即是现价 如果是22.5元有货 应该在这些高位置先沽 其实指数刚刚开始突破23000点 当然近期来说 累积升幅相对比较多 从低位反弹上来 行指的确升了不少 短期来说担心有调整压力 但值得留意 第二就是说 大市局这一轮上升起来的时候 看到了 其实成交有个明显改善的迹象 在反映着什么 就是说整个投资气氛 已经真的有个明显改善的迹象 正如之前所说 我觉得后市仍然有个潜在升幅 行指的目标 我觉得现时一段有条件 望到24.4元这些位置 最主要原因 始终今次公布出来的中期业绩 很多公司的业绩表现 真是比市场预期 所以你在反映着什么 就是说 之前市场很担心企业的盈利增长放缓 但实际上业绩出现 之前真是过分地忧虑 所以在说大市 我觉得仍然有条件 做个明显一点的反达 所以说盈富基金 我觉得有条件 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整个投票走到上面 看看 现阶段 我觉得可以看起来 24元楼上这些位置 如果能够突破24元这些阻力 我觉得可以不妨 股价升到24.5元 就是说行指 大约是接近24.4元这些位置 才考虑去估出理想 明白 多谢李先生的电话 电话旁边有第二位家庭观众 还有刘小姐 刘小姐你好 早安 我想问一下 白负环球跌得这么多 可以入货呢 327 好 327有只白负环球 最新股价6元 跌幅3% 看到这只股份 跌了不少 是否捞货的好时机 我未必建议这些位置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其实基本因素 又不是非常理想 不包括近期来说的特别新闻 其实大行对他们的产品的看法 都看得比较负面 无理率都有机会受压 而且我觉得近期来说 相反地一些比较大陆股份 好像资源股 金融股等等 相对地有个炒作空间 可能比这些股份更加之大 所以短期来说 即使他们跌得比较多 但我觉得你有没有条件出现一个技术反弹 这方面仍然然至上早 如果从图表走到上面看 近这一半年来 你再看窄一点点 股价是横行在5.8-6.8 这些位置 现阶段虽然跌到横行区间的底部 但你再看图表走到上面 第一方面 看到10天线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第二方面 一日未升穿这几条平均移动线 6.4这些位置 向下突破的机会相对比较大 如果以量度跌幅再看 真的穿5.8这些位置 后市可能会有个深调调的调整 试回4.8这些位置都不出奇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你说要去薄反弹 风险就相对比较高 我不是太过建议的 好啊 刘小姐还有没有其他的股票问题 问一下东风 可不可以入呢 期待的 这一位 好啊 有一只东风 这些位置又可不可以部署下呢 其实你说汽车股当中 东风现阶段是非常之落后的 不单只说股价 或者股值上面 都的确对同业来说相对比较低 但是始终现阶段汽车股 看到就是说 大家都是看着他们的销量 最主要做炒作 其实东风的销量未必太过差 但是相比起其他汽车股 的确相对做得不太好 所以落后是在所难免 但是始终见到今年来说 内地整个汽车行业 的确是有做好一点的迹象 最主要都是受惠一些新型号的SUV等等 但是东风最大的问题就是 都没有这些特别的型雄 可以刺激他们的销量 所以股价短期来说 可能都会相对比较闷 但是看这些位置的时候 做部署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始终股值现阶段真的比较低 释放好一点上来 东风集脱 我觉得都有个炒作 9元左右这些位置可以去买 我会建议移回50天 8.7座这些位置 作为止泄位 至于反弹目标 我自己暂时讲 会先看到10元这些水平 刘小姐还有其他股票问题吗 谢谢 别客气 谢谢你的电话 最后再跟大家跟随大市的表现 看见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升不足1点 报3110点 深圳城指下跌5点 报108886点 湖深300升1点 报3374点 创业板指数跌9点 报2198点 行指方面 最新升超过1% 报312点 报23111点 报23111点 国企指数升91点 报9732点 大市成交306亿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先跟阿龙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否持有 都无持有 谢谢你详细分析 稍后继续有有问必答的环节 稍后再和大家见面